你觉得你会管理吗 我觉得我还挺会管理的 你有什么核心技巧吗 在管理上 我觉得除非说 我是接别人的团队 如果是我自己搭建的团队 我一定要看这人的品质 什么样子的 其次是看他的潜力 我不会看他之前做过什么 我只会看他说 他未来对这个企业 对这个岗位 是不是有对应的贡献价值 然后我个人觉得 还是比较善于 因材施教的 就是很容易发现 别人身上的散光点 能不能说一个 你认为在管理方面 比较成功的案例 跟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之前 团队里边有两个人 就他们俩都特别优秀 一男一女 结果他们俩就互相看不对眼 其中有一个人 甚至想离职 后来我就跟这个人沟通 我就跟他简单说了两点 第一 你想一想 外面如果需要招人的企业 是什么样子的 要么就是初创团队 那可能还不如我们公司 因为我们公司 当时已经还算有名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 可能这个岗位 是经常要开换人员 那胎换人员的原因是什么 大部分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 这工作不太好做 你要离开的原因 你说的是说 跟这个员工不好相处 那如果你这一点 都提升不了的话 那上面的那两点的话 你怎么样去改善 怎么样去成就呢 所以他就后来就想了一下 然后就没有离职 然后我后来 我还为了缓解 他们两个的关系 然后团建 然后同时呢 就是我们会有定期的 互相分享 就其实这个男孩身上 有的东西 这个女孩身上没有 他比较沉稳 然后这个女孩 有很多技巧分享 然后就会让 他们两个互相帮助 就其实可能这个男孩 没有想把他技巧 分享给这个女孩 但是我会私下 跟这个女孩说 我说是这个男孩 告诉我这个方法比较好 比较适用力 但他比较害羞 就让他们互相 对彼此产生好感吧 你有什么缺点 两个比较大的缺点嘛 第一 就是说话 经常没有一样顿错 第二个 向上管理比较差 什么 向上管理比较差 对 我自己的观念里面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下属 是你少给领导找麻烦 领导给你个任务 你百分百 甚至超越他的期望 去完成 就是就可以了 可能很少跟领导沟通 因为缺少这种沟通 所以我可能 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晋升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缺少一些 利好的东西吧 我听明白了 各位企业家可以想一想 自己在职场的经历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 同样的问题 但是鉴于这个话题呢 咱们要聊起来会比较长 我不妨建议大家 第一环节 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请企业家们 做选择 好 祝贺你副师秀 还有八盏灯 送你进入到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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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ять оздструк determine 咸 比如 拜拜 拜拜 oversting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K